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京城所至 见弥勒菩萨 师父 你这样每天都只喝水 不吃东西 身体能支撑下去吗 寺庙中的小沙密担心地问 不碍事的 我三年来都是这样过日子 只希望可以感动菩萨 让我可以知道 当来下生弥勒菩将士的时间 法师诚心地回答着 在南印度 有个叫做陀耶杰哲家国的国家 在他的国都周围 东西两面都是大山 山中有不少的佛寺 其中一座大寺中 住着一个法师 他为了见到弥勒菩 苦心修行 在寺中绝食已达三年之久 每日仅喝点水维持生命 他就是脱皮费家法师 在唐朝时也称明辩法师 或清辩法师 清辩法师的苦行 终于让观世音菩萨 为他的诚心感动 一天 观世音菩萨现身来对他说 你最好到 陀耶杰哲家国 陀耶杰哲家国城南边 山崖的石壁前 每天诚恳地诵念 金刚场 陀耶杰哲家国城南边 来到菩萨所说的石崖边 观世音菩萨指点我 让我苦诵金刚场陀勒尼井 说三年后 会有人来帮助我 难道就是您吗 正是 天神回答说 你的虔诚感动了许多天神 在这座牙石中 有座阿塑洛宫 你如果能够继续认真诵经 三年后的今天 石壁就会打开 届时 你就可以进去 见到弥勒佛 于是 法师满怀希望 继续坚持诵经 而弥勒佛将于三年后 降世的消息 早已传遍大街小巷 到了当天 石壁外头竟挤满了 成千上万的民众 大家都想 目睹弥勒佛的降生 不是说石壁会打开 怎么还没开啊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石壁一直没动静 民众开始议论纷纷 轻便法师也感到疑惑 是不是自己诵经不够虔诚呢 于是 轻便法师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情 捡起地上随风飘制的一颗小种子 轻轻丢了一下石壁 没想到 轻便被小种子轻微的一击 竟豁然动开 当时 石壁外面 站了众多的围观者 看到石壁 因此打开 非常惊奇 都想仔细看个究竟 大家不单没有散开 人反而越聚越多 轻便法师在跨进石窟门之前 对大家说 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苦心修行 就是要等到见弥勒佛的这一刻 由于上天保佑 现在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进了这个石窟 就可见到 你们谁愿意和我一起进去 看弥勒佛出生 拜托 这种地方 谁敢进去啊 我看这法师怪怪的 哎呦 里头黑漆漆的 说不定是毒蛇洞呢 进去 说不定就出不来了 众人听法师说 要进洞去 都吓了一跳 大家都怕死 没有人表示 愿意跟进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了 法师一再劝告大家 花了好久时间 最后 也只有五六个人 表示愿意同行 好吧 我也不便勉强大家 一切就随缘吧 法师健壮 觉得实在不能勉强 与众人一一告别后 便带着这五六个人 匆匆融融向洞内走去 他们刚一进洞口 洞内就散发出七彩的光辉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石壁便又合起来了 待在外边看热闹的人 顿时明白了 自己错过了 难得见弥勒佛的好机会 各个追悔莫及